我們要上的內容叫做 General Physics 就是普通物理學 普通物理學課本在大學裡面有兩種 有一種是用微積分來做題目的 來講解的 那個是像是理學院 工學院 農學院 耳衣學院 用的課本都是用微積分的 University Physics 另外一種是用高中數學來解題目做的 很多推導的過程都略過去的 那種是文學院 法學院 商學院用的 我們現在用的課本是 University Physics 所以裡面是要用微積分 大學的普通物理跟高中的物理課有什麼不一樣呢 先讓各位了解一下你要學的內容 有三樣的內容 第一個是學向量 第二個是學微積分 第二個是學微積分 第三個是學旋轉運動 第三個是學旋轉運動 我們比如說有一個坐標系統 比如說這樣子 直角坐標系 這個是右手的 右手的話 你就把你的右掌拿出來 大拇指就是第一個 食指第二個 中指第三個 然後第一個就是x方向 第二個就是y方向 第三個就是z方向 所以xy就在這個平面上 那個z就是從桌面往上面移動的方向 所以這是xyz 那我們的慣例呢 國際通用的慣例 都是用右手 你會想說 有沒有人用左手 有 以前有的國家是用左手 但是現在全部統一 改成用右手的規定 以前高中的時候 比如說一個物體在移動 或者一個炮彈從山上爬下去 然後掉到海裡 那個是一度空間 或者是二度空間 然後你在解題目的時候 你要分成水平方向怎麼移動 然後垂直方向怎麼移動 你有重力加速度 你分兩個來算 那麼到了我們的大一的譜錄以後呢 全部會改成用向量vector x y z 一起考慮 然後寫成它的數學 這是第一個要學的事情 那第二個事情呢 是要用微積分 那微積分呢 是早期牛頓 他們那時候 那個在發展 它因為做出來一個 delta x 或是 delta t 慢慢加起來 或者是那個微分或積分做出來的 所以呢 它讓物理進步很快 牛頓是英國人 然後德國人是萊布尼茲 然後他們兩個人獨立的發展出來了微積分 牛頓是從微分開始發展到積分 萊布尼茲是從積分發展到微分 那我們現在用的符號是萊布尼茲的符號 因為比較好用 當初有很多人支持牛頓 但是它那個符號比較不好用 那我們就要學會用微積分 微積分來算速度 加速度這些事情 那麼 這是大一的課程 等到大二的時候 你們會學到工程數學 或者是應用數學 學那個的時候 你就要把微積分跟方程式合在一起 比如說 2x 加 y 減 3z 等於多少 再加上 把 x y z 加上微分積分的這些事情 就變成微分方程 那個是你們大二的時候要學的事情 第三個要學的是旋轉運動 Rotation 我們馬上從第九章開始講就是 Rotation 那現在高中學的都是直線運動 你把他一個木頭的箱子往前推 有摩擦力或是怎樣的 你這邊走的時候 加速度是多少 那個叫做線性加速度 那我們現在加上旋轉運動 Rotation Rotation 比如說 地球繞著太陽轉 或者是月球Rot的地球轉 或者是我們有衛星 GPS的衛星Rot的地球轉 或者是電動扇在那邊轉 都是圓周運動 還有電磁波 電磁波的前進 你也要寫出一種旋轉運動的方程式 那旋轉的運動呢 到最後你寫出來的數學公式 就是exp i omega t 這邊的i i就等於分號負義 那這個呢 就代表一個旋轉運動 等到這門課結束的時候 你就會用得很熟悉了 所以先讓大家知道一下這個 第九章 第九章 叫做 Rotation of Wage Body 這邊有兩件事情 一個是Rotation 旋轉 另外一個呢 是Rigid Body 鋼體 鋼體的運動 那麼 他說真實的世界裡面呢 有一些東西是有彈性的 你可以把它拉長 可以把它縮短 可以把它扭 然後這堆個事情 我們都不討論那個 比如說你的心臟運動 心臟運動就是很複雜的運動 那個我們還沒有能力討論 那我們現在討論的呢 就是鋼體運動 比如說一個它說叫Merry Go Run 就是兒童的旋轉的旋轉椅 或者是一個摩天輪 或者是一個電風扇的葉片 或者是你在丟一個牽球的那個鐵柄 或者是你時針 那個時針的針再轉 是鋼體運動 它不會變形的 我們先講簡單的 從簡單的開始 好 那我們第一件事情要講 Angular velocity and acceleration 這個 velocity 就是速度嘛 這個 velocity 就是速度嘛 acceleration 就是加速度 我们在高中都学过的是直线运动的速度跟加速度 那Angular呢,是指角度的 角度的话呢,就是说你转的那个角度 有多少,会不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快之类的 那这边就有个地址,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中的时针,或者是秒针 那个秒针呢,你可以把它画成这样子 这边有个X轴,这边有Y轴 中间这个点呢,叫做Origin,O 那它的座标点呢,是00 然后这边呢,放了一个指针 然后这个指针呢,可以说这上面有刻度 好,比如说上面有刻度 这边有刻度的话,是不是它画的是... 好,这上面有刻度 那你这样子90度分成了1,2,3,4,5,6,6的就是一个有15度 那你有个指针 比如说你指针直到这边来 指针直到这边来呢,它说这个点叫做P P,P点,那这边就会有一个角度 就会做背 好,这样就是一个圆周运动 只是说我们这个圆周运动,在数学上的圆周运动呢,我们习惯上是这样子转的 好,你看啊,我们的时钟 我们的时钟是... 它的秒针是从这个方向这样子转过来,对不对 他们说,为什么呢? 因为当初是古埃及的时候 他们要入轨来看时间 他们在地球的北半球 所以呢,太阳呢,是这样子转的 影子,是这样子 所以时钟就这样做 那可是我们这个数学家呢,它的旋转正的角度 比如说我们这边说θ等于 这应该是60度吧 60度,是往这个方向转的 那这个方向呢,就叫做Counter Clockwise Clockwise就是跟时钟一样 Counter 就是反,反方向 逆 实正方向 反差 所以课本上要配合这个字 Counter Clockwise 就表示是逆时正方向这样子转 数学上都是这样子用的 那这个就叫做θ 这个角度 好,接下来要讲的是我们用的单位 叫做V点 V点 V点 中文叫做什么 进度 进度 为什么要用进度呢 是这样子 好,这是一个圆 这边是圆心 然后圆心呢 它有一个半径 半径呢叫做Radius 半径 它移动了这个角度 它移动了这个角度 之后呢 它在 Circumference 圆周上 移动了多少的距离 好,这个S移动了多少的距离 所以它们就找出一个数学的公式就是 R乘上θ等于S 这样子的一个数学 或者呢 是 你拿一箱一下 就会变成了θ等于S书以R 好,是这样子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想法是这样子 那么 对一个圆周来讲 圆周 一个圆周的话呢 S就等于 2乘以3.1416乘以 对不对 这个 这个就是大家花了很多时间在计算的这个 就是圆周率嘛 我们李安有拍一个电影 就叫做拍 是不是 这个是2 2拍 那找拍这个事情呢 是一个数学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怎么讲 很大的一个题目 欧洲也在找 然后阿拉伯人也在找 中国人也在找 中国人也在找 其实中国人 我记得同时说 祖冲姬 他很早就找到了 好像领先了 欧洲领先阿拉伯几百年 两三百年之类的 他就在 他就是 他家很有钱 所以呢 他就很喜欢研究科学 研究数学 他就 他就在他家的院子里面 画了一个圆 你看很简单吧 中间 一个柱形 然后拿一个绳子 就画一个圆 然后呢 用多边形来逼近 里面呢 做多边形 从 四个边 五个边 六个边 七个边 八个边 外面 外面一个多边形 向内缩 里面一个多边形 向外 这样子然后找出来一个数字 跟3.1416很接近 好 这个是等于二排 所以这一个就是 如果贝塔绕一圈 贝塔绕一圈 贝塔绕一圈的话呢 那S就等于二排的 那贝塔绕一圈的时候呢 贝塔绕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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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单位呢 我们就叫做 radian 所以这个radian呢 其实就是你的半径 就是radius 跟它的周长的一个比例而已 所以这个呢 对于数学家跟物理学家 他们非常喜欢用radian 因为他把这比例相乘就做出去了 好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 请问 一个radian 还有一个就是 工学院呢 喜欢用360 这个是工学院 所以有两排 那这个呢 是理学院 所以有两排 所以工学院用360度 那你就要开始换算 你计算计算可以调 那理学院呢 就是用二排 这两个之间的换算 好 那课文上就有一个习题了 请问 二排是多少 二排就是等于 6.2832的radian 对不对 这是二排吗 请问 一个radian是几度 哇 怎么 一个radian是几度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用度数的话 第一个的度数 跟radian的第一个 跟degree的第二个 按radian的第二个 应该是 乘比例的嘛 所以这上面我们第一个 用360度 然后呢 radian是二排的 那这边呢 几度 一个radian 是不是 这样就可以算出来了 用比例的 好 所以 degrees 跟第二号 6等于 360度 除以 6.2832 就等于 57.3度 这是基本的 议题 好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降 angular velocity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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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軸,Y軸,O,我們有一個指針,有一個碼表的指針 它在時間等於0的時候,在X軸,那時間等於1的時候,這個是T點,在T1 然後它軸的角度是F1 然後呢,在另外一個時間 T,T點,T2 就是這個碼表它有個針,這個針呢,在時間T1的時候在這邊 然後在T2的時候跑到這邊了,增加了一些角度 請問它的角速度是多少?平均角速度 這邊我們就要用到一個符號,物理的符號就是旋轉運動 我們要描寫這個旋轉運動呢,我們通常是四個指頭按照旋轉運動 然後呢,大螺子呢,是往這個方向,對不對 所以我們給這個旋轉運動一個向量,那個向量在Z的方向 然後因為我們都是右手系嘛,所以呢,大家都習慣了,你只要看到一個向量在Z方向,你就把大拇指對著它 然後大拇指對著它之後呢,你另外四個指頭的轉的方向,就表示它的旋轉的方向,運動方向 所以是這樣子旋轉,那我們現在看到這樣子旋轉,我們把四個指頭這樣過來的話,大拇指就是它的向量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旋轉運動,它的向量呢,是在,我們有看到X軸、Y軸,把指頭放過來 X軸、Y軸,這個就是Z軸,Z軸是從黑板射出來,往外面走的方向 所以這是X軸、Y軸、Z軸、Z軸,這是正的Z軸,旋轉的方向就在正Z軸 所以科文上就寫了,科文上就寫了,說,Omega,Omega叫做角速度 Average,逐均的,在哪個方向呢?在Z方向 所以這個呢,就是Angular Velocity,這個呢,叫做Average Average,Average,這個是Z軸 是怎樣呢?就是,Δ2-Δ1,T2-T1,就等於ΔΔ除以ΔT 這樣子 可以齁 好,這個是平均的角速度,Omega 還有一個叫做瞬間的Angular Velocity 所以這個叫做Average Average 還有一個叫做Instantaneous 這個是瞬間 的Angular Velocity 那什麼叫做瞬間呢?就是,Omega在Z方向等於Limit ΔT等於0 ΔθΔΔT 也就等於ΔΔET 是這樣子 就是時間很短,時間很短,時間很短在哪裡呢? 時間很短就是說,它這邊走很少,一個微分的概念 在這邊,ΔT 所以移動了一個ΔT,一個很小的一個角度 在這邊 瞬間 這一個點有瞬間的速度 這個點也有瞬間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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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每一個點都有它那個瞬間的Angular Velocity 高速度 它這個是不是已經切掉了 真的 閃電工資都已經 瞬間的速度 好,這就是瞬間燈 好,我們再回到這個換算 回到這個換算,課本上要換算 好,這個先告訴大家 他說 角速度 角速度 角速度的單位呢,是譬如說一個revolution per second 這個rev是代表revolution revolution就是轉一圈 轉一圈的意思 每秒鐘轉一圈等於什麼呢? 它轉了二拍的radian per second 對不對? 一圈,一個revolution,然後一圈 就是二拍的radian 好,那麼如果你有一個叫做一個revolution per minute呢? 一個revolution per minute就是一個rpm 有沒有看到這個字,縮寫 有吧? 旁邊那外面那個什麼飛機引擎啊 pm轉輸多少啊 甚至於電動馬達 比如說電動車,你可以看 這個就是r就是revolution per minute 這個就是revolution 然後這個是per,每 minute 那這個就等於多少呢? 就等於二拍的radian 除以65個second 對不對? 我們要換成radian second 我們用的單位齁 好,大家都換成radian second 來做題目 好,這樣會不會高的 好,所以是這樣子的 好,課本上問你 一個radian per second 等於幾個rpm 這個就是rpm 這個就是rpm 所以你要用的公式是這個 所以這個呢,你再把它倒回去就好 就變成60除以2拍的rpm 然後60除以6,這個大概是6.2832 所以大約是15pm 這就是一些單位的換算 還沒有到物理 物理是一些現象 那這些只是單位換算 就是它可能出考題的時候 可以一個單位rpm 教你開始做題目 你就要想rpm 我要換到radian per second 才能夠開始做 因為我們後面所有的量 能量啊,那些的手痕啊,那些動量啊 都是用radian跟second去做 換例題9.1 第一個例題 有一個fairman 然後bibet 等於0.36m 所以它的radius 然後 它的fairman 它的fairman 等於2 radius 秒的3次方 除以3次方的t的3次方 好 它的角度呢 它的角度呢 按照這個公式算出來的 所以它需要的 a mi fairman radius t1 t1 t2 對應到θ1 t1對應到θ1 這樣就是2的乘以2的三四方 這是2秒,2秒要蓋進這個地方,2秒的三四方 所以出來就等於16個radian 16個radian也等於16個radian乘以2π 乘以360度除以2π 換算就不用乘了920度 好,T2呢,就是data2 帶進去2乘以5的三四方 就等於250個radian 那這個就等於250乘以360度除以2π 就等於14000度 14000度 好,第2題呢 B,Find the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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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看多 T1 T2 好 那麼就是 S嘛 距離 這等於r θ2-rθ1 就是 它θ1已經跑那麼多的距離 θ2跑那麼多距離 然後兩個相減 所以就等於r乘3θ2-θ1 就等於0.18乘以 這兩個要相減 Radeon相減 250-16 這個等於2 3 4 所以出來的結果呢 等於42m 2 3 4 所以出來的結果呢 等於42m 等於42m 好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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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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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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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average在Z方向等於φ2-base等於 9等於250-16 5-2等於234-3等於78 然後接下來要換算 要換算 78的radian per second乘上 這個就要換算 換算這樣子的話 就是乘上2拍的radian等於1個MN 然後再乘上60秒等於1min 這樣出來就是740個revolution per second 這樣子換算 要換算 要換算 時間 D Find instantaneous angular velocity 這兩個時間 這個時候呢 你就需要去做微分了 所以 Omz就等於dβdt 就等於d的dt的 這個是2的t的三次方 所以就會變成了6的t的平方 然後這個單位呢 是radian second平方 好 sig三次方 單位沒有變 這是原來的單位 好 好 那在t1呢 你就把t1帶進去 t1 t1 就是2乘以1 t1 t1 t1等於2秒 6乘上2的平方 就等於24的radian per second 那在t1等於5秒 Om2的z等於6乘以5的平方 等於25乘以5的平方等於25乘以5的radian per second 那這邊的單位呢 這邊的單位 這邊分5是t second的三次方 但是你這邊有t嘛 t的平方 你這個t就是有秒 這邊是秒的平方 跟你這個秒的三次方 然後 抵消了以後 它的分5還是1秒 是radian除1秒 radian除1秒 這個是 好 Angular acceleration呢 跟我們線性的加速度是類似的 好 我們現在看到有一個腳踏車的輪胎 有一個腳踏車的輪胎 然後呢 他說在時間1的時候呢 跟時間2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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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omega2z 所以 兩種情況 第一個情況 三種 第一個 等速前進 所以 omega1z 跟omega2z 是一樣的 一種情況 第二種 加速 它在踩 踩腳踏車 所以omega1z 比較小 如果omega2z 比較大 第三種 它 用手煞車 腳煞車也可以 用煞車 煞車的話呢 omega1z 比較大 omega2z 比較小 那我們現在呢 定義一個 average average 的angular acceleration 所以 叫做 alpha ae z 所以 它用的這個 還是 x y 的平面 然後這個是z 這樣子來看 那這個呢 就等於 omega2z 減掉 omega1z t2 減 t1 就等於 delta omega1z 屬於 delta t 這個 來定義 這是 平均的 某一個 時間的 time interval 那麼 它有一個叫做 instantaneous m acceleration acceleration 那麼就是 limit alpha z 等於 limit delta t 趨近於0 然後呢 是 delta omega z delta t 所以 就會變成 維基分的 d omega z d t 這樣子 好 好 那我們前面呢 9.3 講過了 說 omega z t 等於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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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所以呢 這一個 alpha z 就等於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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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我們說過 這個符號呢 我們用的維基分符號是 萊姆尼姿的符號 那 牛的符號怎麼寫 是 是 omega等於 θ上面加一個點 然後 alpha呢 等於 θ上面 等於 omega上面加一個點 那就等於 θ上面加兩個點 那 它的符號的缺點呢 是 如果 底下都是對時間為 分的話 你這樣一個點可以判斷 可是你將來做到 微分 方程式的時候 有的時候是對 x 微分 有的時候是對 y 微分 有的時候是對 t 就看不清楚 所以後來大家才有這個符號 好 看立體 好 我們來做一下 它說 歐 歐 歐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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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2 1 1 一百五十个radian per second 然后所以alpha的average的z就等于一百五十减掉二十四 然后五减掉二 二十二就等于四十二 多一点三两平方 好 第一 fine the instantaneously 所以 αz就等於dωz的dt 就等於d的dt 6的t0 所以出來就變成12的t 然後這邊是v典的second的三次方 α1z就等於12乘以2 然後α2z就等於12乘以5 等於60v典的second平方 好 就是這樣子 全然是 4 dist 是 4 4 感谢观看